那我請教一下威廉 可是半導體的這一個前景跟趨勢 確實是外界這一個爭論的重點 那昨天事實上這個 美國的金融市場擔心聯準會升息 也擔心疫情惡化 所以指標性的科技股跟廢伴 昨天都有回檔的壓力 對 這個就像是上一次 聯準會開會之前 也幾乎是如出以側 科技類股呢 震盪幅度就會比較大 那因為這個禮拜的 聯準會要開會了 所以像昨天廢伴壓回 所以也衝擊到今天 其實包含國內台積電 聯電這些半導體大廠的走勢 那另外呢跟國內呢 也密切聯動的包含像特斯拉 蘋果 最近的股價也都比較疲弱一點 那特斯拉其實從之前 Elon Musk這個要開始賣股票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基本上他就是呈現一個 比較呈現技術面的 一個下降軌道走勢 那目前看起來 特斯拉從1200多跌到960 已經快要三成 對 就是其實除了千元大關失守 那也初步符合 就是華爾街所講的這種 跌入熊市就是下跌兩成以上的定義 那另外蘋果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它基本上股價 還是呈現一個多頭趨勢啦 最近原本市值已經準備要挑戰 三兆美元的這個史上空前紀錄 不過看起來也是有點高檔遇到壓力 那後面可能就要看進一步的一個 包含財報跟財測 是不是能夠帶來新的利多 那今天台股看起來呢 的確就是 呃屬於一個外資保守 然後呢 那支投信呢 在這邊也留了一手 那再加上呢 只有主力喔 不斷的上下起手 所以操作難度蠻高的喔 那今天大盤指數其實也是 灌破月線的一個疲弱走勢 那看起來呢 要去挑戰歷史新高 應該還是要好事多磨一下 那這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呢 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呢 就是在本週四要除息了 配發2.75元 那照往年的一個紀錄來看 應該順利填息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快跟慢而已 那再加上這一次 英特爾這個季辛格來到台灣之後 那後面會不會給台積電 在業績題材上面呢 帶來更多的一個引爆點 這個可能是短時間上面 可以觀察台積電兩個消息面 那連電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當然還是處於一個持續往下 做一個調整的格局 不過看起來下檔還是有一定的支撐力道 大概就在60塊的整數關卡這裡 那今天的強勢股部分呢 大部分就是屬於一些 可能所謂的腰股啦 奇奇怪怪小型股 比如說像霹靂 這個是傳統布袋系 那最近莫名的搭上 所謂元宇宙概念 那立凱來講的話呢 是當然它是屬於這個 電池的正極材料 也就是跟電動車有關 不過值得留意是 昨天它跳空往上 主要是一個減資效應 那大同事大家可能 關心的另一檔個股 那原本股價下跌 似乎已經提早去預告 可能經營階層有一些異動 那果真呢 我們看到這個新任的 一個董事長上位之後 現在似乎市場又把焦點放在 未來它是不是能夠 加快土地資產的開發 那再來弱勢股的部分 當然就是一些 漲多的小型股回檔 包含在所謂的一個 車用相關產品裡面 像以利店 大眾控 這個都是在短時間之內 股價呢 甚至都是翻倍上漲 那目前看起來技術面呢 都已經有一點呢 由高檔轉落破線的情況 那致源則是呢 面臨到就是接近年底 這檔個股原本是投信 高度認養的一檔 中小型股個股 那目前來說 也已經進入到結帳的一個階段 所以投信中壓股 最近可能要稍微避開一下 那其實今天的一個 特別受到注目的消息 應該是在於 外資先生支撐的谷月涵 提到台股的泡沫將至 那可能呢 這個高點 明年的部分 有機會是看到2萬點 但是到了2萬之後呢 大家就要小心 因為台股應該就是 市值過高 有可能形成泡沫 那今天這個消息 我覺得大概也衝擊到一些盤面的高檔股 很多呢 漲多股票就攪軟了 但其實我覺得仔細去看他這一番話所講的 台股的確評價是偏高啦 但是呢 他提到 在泡沫之前 應該會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 應該會有快速拉高的行情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 所謂邪惡第五波或陌生段 目前看起來台股沒有這種 快速上漲過熱的現象 反而有一點 最近是比較偏冷 那第二個來說其實台股通常是跟在美股後面 所以如果真的會崩的話 還是先留意美股有沒有連續性的這種指標股重挫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其實就是剛剛提到 Intel的CEO來到台灣 那這邊當然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 可能見面三分情啦 來台灣就大戰台積電是了不起 但是重點就在於 其實他跟台積電之間 真的是一種微妙的關係 一方面呢 就不得不一定要 他們又有競爭關係 又有合作關係 對他就非要台積電的一個晶圓代工的一個產能 那但是呢 他又希望能夠再重返晶圓代工之上 能夠跨過這一道台積電的高牆 所以我想這未來是兩者之間 還是會持續的競爭 不過呢這個之前張忠謀曾經提到一個詞彙 叫做Intel模式 他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Intel其實一直以來 他是以技術導向 用技術來創造他的競爭優勢的 那也就代表說 Intel如果一旦失去了競爭的優勢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資本市場認同 簡單來講就是2018年是一個關鍵 當年就是台積電的7奈米 正式的超車Intel的時候 從此之後呢就遠甩Intel大概三到四年 所以目前來看Intel要追上來真的非常非常難 而且即便技術有可能也許在三到五年之內 慢慢的拉近距離 可是呢做晶圓代工不是只有比技術製程 你還有良率 還有一點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呢 客戶關係 那因為Intel本身是 IDM一條龍大廠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產品也會跟客戶呢強碰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我覺得其實真的很難 在晶圓代工這邊真的說要佔有一席之地啦 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在於 其實Intel最近發表新的技術 也是要告訴大家 過去也是由Intel創辦人所提的摩爾定律 似乎他能夠改變 他能夠打破了 所以摩爾定律就指了 就是平均大概每隔呢 十八個月 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這個同樣的一個晶圓面積 他能夠產出更多的IC 那個數量能夠增加一倍 效能夠提升一倍 那我想這個部分 他就是有點在秀肌肉的一個意思 告訴大家 最近在晶圓代工市場上 其實呢 客戶端 可以多多的留意一下 Intel呢 是真的要來玩真的 那不過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在整個晶圓代工 目前持續的一個成長之下 那半導體 我覺得在未來長期 真的都是大家在投資配置上面 可以持續關注的一個焦點產業 包含這邊呢 其實在阿布達比主權基金的執行長 最近就提到 他說其實未來半導體 在十年之內 會出現這種指數級的成長 什麼意思呢 因為過去半導體的 其實發展上面 用了五十年才達到五千億美元 可是呢 又經過了八到十年 就足足讓整個產業規模 又翻了一倍 那估計未來只要在四到五年 又能夠翻一倍 這就是不斷的加速度的成長 那我想其實 整個半導體 整個甚至晶片部分 的確都會去持續改變 這個未來的科技生活 只不過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展望 拉到明年來看的話 那其實最近日商野村證券 就提醒 明年2022年半導體產業 可能會是一個強勁的開始 但是卻會是疲軟的結束 那明年虎年嘛 這個就叫虎頭蛇尾了 那我想這個剛好有點呼應 不久之前 這個美商摩根大通 其實他也提到 明年可能整個半導體 相關的一些業者 包含營收毛利益 都會在大概 明年的年度中間左右 見到高峰 然後開始走下坡 那講到最近其實聯電跟美光的 這個四季和解案 那這個背後真正的一個推手 一個來講的話就是 當然美國跟台灣政府都有失利 那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的話 是群聯在背後呢 去做一個居間協調 那關鍵就在於想不到 美光因為這個訴訟案 所以沒辦法跟聯電要到更多產的 他的產品缺貨竟然影響到糧食危機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是機體大廠 那裡面的一些晶片呢 是應用在美國的農業機具當中 所以少了這些晶片呢 美國的農業機械無法使用 進一步呢 導致了糧食的一個產量也不足夠 所以難怪呢 這個各方都要居間跳下來協調 那另外來看 台灣在整個5G新時代當中 其實也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產業聚落 也可以算是我們組成的國家隊 包含呢 就是我們在5G的手機晶片當中 最明顯就是聯發科是稱霸了世界第一 那另外我們在小型機地台 在開放式網路 甚至在智慧工廠應用上面呢 其實在全世界相對來看 都有一個很亮眼的表現 最主要就是5G是走向一個開放式的架構 這個趨勢其實是很有利於 像我們這些中小廠呢 能夠持續的去卡住市場的一個商機 那目前來看喔 蘋果iPhone呢 因為今年有點缺料缺貨 所以銷售的旺季有點遞延 因此呢 很罕見看到了 鴻海旗下的富智康 最近竟然呢 這大陸大舉的招兵買馬 增工 那原因就在於呢 要準備因應 中國這一波 可能在農曆年前的銷售旺季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應該iPhone的一個業績 有機會反而是有點甩尾往上呢 在年底之前看到比較亮眼的成績 好我們稍後回來